現在 黃之道 買房子退下來 最近房地產高燒不退 而且很多人說 買房子好像是 買房子好像是 穩斷不賠 尤其像捷運宅啦 那是 等等那這樣的一個迷思 會不會有一些人認為說 那我現在就趕快衝進去 反正現在低利率嘛高通盆嘛 那錢又沒地方擺 那台幣又每天每天在縮水 那為了避免我的這個錢縮水 我的錢貶值 就趕快去買這樣對嗎 最好的投資啊像現在 我其實在路上最常被觀眾朋友 問到一個問題就是說 妳已經變季老師了喔 不是 對 這個節目播出之後 真的每天我去吃一碗牛肉麵 也有人跟我討論就是 該買房還是賣房 然後該買哪一支股票這樣 那妳吃麵吃得很辛苦喔 還好啊 還要解盤 那妳就筷子拿起來丟 不會不會 跟妳這樣講這樣 老師有在講啊妳有沒有在丟 有欸憲哥他們都很認真在進 是是是 所以呢其實啊像現在 因為股市有點漲不動對不對 大家都覺得說哇那我的資金 到底要往哪裡去呢最好的方向 大家的概念都是房地產呢 是比較保本 而且獲利空間比較穩健的 但是其實在房地產呢 它也有地雷屋喔 不是通通都是黃金屋 所以我們今天要帶大家呢 破除這樣的一個迷思 有很多穩賺不賠的神話 今天要一一的 來幫妳做一個釐清 沒錯 最重要的是要教大家如何 避開地雷屋 先來歡迎我們今天的來賓 首先歡迎到的是王福 哈囉 大家好 歡迎佩晴 最後歡迎到一個 常常會踩到地雷的國旋 你好 我這是夜間有名的 分買地雷屋的達人 我知道今天我來是幹嘛的 我想說奇怪地雷屋 因為我到目前為止我買的房子 都是大賺 然後其實沒有 都是大賺 對…你先給我先要贏 怎麼樣 我們這邊是天堂與地雲 真的 喔好 但是呢 我們的專家還是要提醒 我們的觀眾朋友 可能有一些觀眾朋友啊 在挑房子的時候 有一些美感是要注意到的 對 那黃地產這麼夯又這麼熱 我們看到今年幾乎是大推案 所以我們特別請到了 黃地產的專家 是 佳晴 你好 大家好 財經專家 願意 好 其實我們根深蒂固的一個經驗 就是有土是有財 對啊 所以中國人比較喜歡買房子 而且感覺說買房子 你再怎麼跌 股票會跌成壁值 然後房價怎麼不會跌到變成沒有啊 沒有錯 剛剛蓮汝說 怎麼可能去踩到地雷屋 對 對嘛 但是在這種包裝 美麗的包裝之下 是 有一些美美咳咳咳 你如果沒有注意的話 對 真的會買到地雷屋 對 人武是好運啊 聽不吹大富貴 對 今天阿姨姆就要跟你說 怎麼買 待會不會去踩到地雷 好 沒錯 所以我們常常聽到的一些利多啊 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個 好 當捷運的主人 是 捷運站就是你的好鄰居 過去甚至在台北市有所謂的 捷運十年不敗的神話 沒錯 因為過去我們常常聽到有些廣告詞 都叫我們要逐捷運而居 對 沒有錯 感覺就是我只要跟著捷運走 一定是穩賺不賠的 所以過去啊 比方說 老公你在買你房子的時候 捷運的那個地段 會是你考慮的重點嗎 第一次在節目裡面叫我老公 對啊 我很難處理 不是 我上次來叫他網人 王仁甫你覺得呢 我今天來講老公我還有 有點怪怪 我上次叫你王仁甫你就有意見 我只好就是你知道叫老公 因為你最近解決成功 他在做靈 他在做靈土的宣誓 你知道嗎 他胖就要叫我老公 他瘦下去要叫老公 再瘦下去就honey 有差耶 是不是 那我們繼續瘦好了 你再瘦一點你就坐旁邊了 好我們繼續瘦 繼續瘦 所以捷運會是你考慮就是 要不要買房子的一個重要因素嗎 我覺得買房子就三個 地段 地段 還有交通 欸 跟你偶像不一樣耶 我跟你講我有再進化 我有evolution 我是再進化 地段 要好的地段 對不對這個就一定的嘛 再來呢地段之外呢 交通 我覺得是我買房子 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對 因為我覺得你看像我之前投資是南港 嗯 我的第一棟買的房子 買在南港 那個時候會買的原因 第一個他是 對 所以周遭呢很多空的房子 那我認為說買在那個地方呢 欸 旁邊呢有空地 他蓋起來的房價一定會把我這邊 拉得更高 所以那時候我買的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就是 是無鐵共共 嗯 像南港他們打的嘛 就高鐵啦 捷運啊 一高啊 二高啊 環東快速大陸啊 台鐵啊 全部通通都聚集在那個地方 就離我們家走過去大概差不多 十分鐘之後 然後我就覺得 欸這個地方一定可以買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投資了 我的第一棟房子在那個地方 然後也讓我翻了大概有三倍左右 對 賣掉的時候 真的是翻了三倍 因為我是很早期 我蓋的 你買在二字頭嗎 我買在一字頭 一字頭 哇 我買一字頭的 沒有 那天堡年間的事情 你還在講 天堡年間 沒有欸你看我買一字頭 也大概是 就七年前 七年前 那時候我們是不是有去看一個 新店的房子 對 同一個時期 我們那個時候去買 南港的房子的時候 一坪呢 他是開 我們那時候買大概一字頭 接近二字頭的 對 可是呢同一個時期 我們也去看新店的房子 是 新店那個時候也在講說 哇新店的捷運開通 對 所以那邊呢又可以看到 海 看到那個河 看到那個河 海 哪一個海 哪一個海 對不起 因為我現在常常在講 我自己的房子可以看到海 所以我就不自覺接到這個地方 對 又可以看到河 然後那個地方有一個很大的建案 是 就叫美河市 對 跟捷運啊 什麼共購的 然後有百貨公司 然後又是大的 什麼商業中心 那個時候講說 哇這裡一定會好 然後又有 必潭的這個關係 然後周遭交通也很好 行也漂亮 那個時候 他一坪開50萬 對 好貴喔 同一個時期耶 所以你看現在喔 我就說還好那時候買南港 因為你現在把兩個地區 同時拉出來看的時候 其實這兩邊的價錢 現在是差不多 對 你講這個話 陳佩琪就直接中箭啊 哈哈 是不是 他買在新店嗎 沒有不是 我那時候最早 我自己名下的第一間房子 我是買在板橋 而且同時期 其實我也有去看你們南港 然後那時候呢 南港的價錢 好 因為我又再多講一點就是 我後來認識了楊琪 他跟我確定是 我們同一年買房子 他買也是南港 他買27萬 我在板橋買27萬 對 然後呢 好 我當我們同一年要賣掉的時候 對 你知道我那間房子才漲多少 漲多少 大概 一瓶大概漲5萬而已 喔 然後但是 32萬 楊琪在同一年要賣掉的時候 他那間房子 他還沒賣啦 但是他那間同時要賣的時候 他可以賣到四十幾萬 你剛剛說你要脫手的時候 可以賺多少 我賺了100多 就是一瓶可以賺到5萬是不是 對 你知道有人好厲害喔 我說有看喔 第一條件很好喔 購物的條件很好 但都賠5萬耶 哈哈哈哈 所以我們這邊是慢慢賺過去的 真的嗎 真的嗎 賺了賺了 怎麼會這樣啊 所以我們等於一路都是這樣 賺賺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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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人家也有去看南港喔 怎麼會呢 你怎麼會賠呢 而且是一字頭 沒有沒有 我們都賺為什麼你會賠 對 等一下等一下 那你賣 賣是零字頭嗎 因為我是前兩年去看的吧 他大概 他就是在那個南港那個什麼展覽中心 前兩年喔 對 他還是開一字頭 他開一萬 你知道 那個是開一字頭 那那時候 因為他那時候 他是一個新建案 然後他準備 預售他去開一百 然後那時候我去看 我想說 走路到捷運站其實是很方便 對 那邊其實真的很方便 非常方便 可是你要想到就是說 因為本身我們是開車主 我們是開車的人 開車主 我們不是通行主 我們不是坐捷運的 所以捷運站對我來說 可能 不是那麼重要的考量 那只是說 要考慮就是說 以後賣會不會好賣 對 可是那時候因為 他其實已經靠近就是說 跟戲子只有一線之隔 對 所以他那個地方的房價大概是從 二十幾萬 三十萬 出頭一直到一百萬 他的落差有這麼大 因為那時候其實 沒有人知道 他到底能夠到多少 就跟股市一樣 對 沒有辦法預測高點 所以那時候你買下去的時候 你會不會說 我被套在那個地方 對 因為南港我覺得他 沒有到那麼多錢 所以那時候你怕進場太高 對 所以我就沒有買 我今天整集的重點啊 就是在馬國賢 馬國賢 講的一字一句 我都細細的在品味 欸他講的沒有錯 沒有錯 他的思考邏輯也沒有錯 所以我們節目的ending 一定要找出他的問題 我們找到這個問題 就找到地雷 我們要停止他賠錢的這件事 而且我們找到他的問題 對 很重要 大家只要避開他的地雷 就沒事了 只要找到他的問題 就可以整個移民 對 以後我們要看房子 去找馬國賢去 馬國賢覺得很好 然後他要買的東西 我們就不要了 對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 捷運仔為什麼會變成 地雷屋呢 第一個 走到腳抽筋 捷運站怎麼還沒有到 小心有這樣 這怎麼可以叫捷運仔 對啊 這種我相信很多 如果去看預售的朋友 一定會發現這個狀況 因為你如果看預售 他可以看很漂亮的距離圖 他可能會告訴你說 本案在這裡 捷運在這裡 他畫一條直線 可是你如果自己 沒有去走過的話 直線沒有路 對 直線沒有路 直線沒有路是一種 那或者是說其實直線很短 直線很長 很長 對 所以其實在這樣的 一個狀況之下的話 我都會建議我的朋友 如果你要去看預售 拜託你就自己親自去走一遍 對 家綺你講的這個對 你知道我常常不是開車 你要發傳單嗎 然後我每次拿到說 老公 你捷運這麼近 怎麼這麼便宜 對 三分鐘到捷運 結果他都說超遠的 因為有時候樣品屋 跟真正的建案中間有一段距離 對 沒錯 那其實如果說在同一個工地看的話 最好是方圍 我們不要講多少 一公里內 所以全部要看多 那女孩子最好是穿高跟鞋 你如果穿高跟鞋的話 他跟你講說捷運五分鐘會到 你走看看 看你腳斷了沒 對 真的 你高跟鞋跟平底鞋一定不一樣 對不對 結果你發現你走十分鐘還沒有到 那就不行 太遠了 真的就有問題 還有一些比如說他的捷運站在山邊 那很容易他畫一個直線距離 比如說像辛亥站 辛亥站因為他隔了一個大山 那隔了大山之後 他可能有一些新建案 沒有隧道 然後那變成是說他畫一條線 你會覺得說好像很近 但是你不可能爬山上班 對 所以你可能就是要繞一個S型 或者是說走小路 所以變成像這樣子的一個個案來說的話 你可能就是說 要請可能當地的房仲 或者是說請建商的小姐 他們幫你帶你去走走看 親自走看看 因為有時候他告訴你的 你會以為是大陸 其實有時候是揚藏小技 那除了捷運以外 我聽說因為有人強調雙捷運 雙捷運很好啊 那也有假的雙捷運 那當然有 有些建商就跟你說 欸很好啊 雖然我不是呢 離捷運三分鐘五分鐘七分鐘可以到 可是呢 你有兩個捷運站的中間 你等於是買到賺到喔 結果呢 其實有一個真實的案例是什麼 他就聽了這個建商 他有銷售人員的這樣的一種說法 所以呢 因為他這個房子是用租的 然後呢 那他就先租來看看 結果沒有想到 他真的就是搬進去住之後呢 他就發現說 奇怪怎麼回家的時候 走另外一邊到另外一個捷運站去 搭車的時候 居然發現真的走了 也是要走十幾分鐘 那他想說 欸不對啊 可能是我離這個捷運站 比較遠一點 因此呢 換一站 對他想說那我換一站好了 看看隔天換另外一站 會不會比較近 變成五分鐘 不好意思 還有走了一次 發現呢另外一站呢 也是離了15分鐘 要去前面那個捷運站也很遠 前不著村後不著店 剛好就要中間點 很麻煩 那嘉欣講的這個事情 可能未來在機場捷運站 包括新莊到林口那個地方 對而且這種捷運會有個問題 那根本有時候連路都沒有 不會再有一個新的站 對 所以你永遠都等不到一條新的站 所以你可能就是 雖然你是雙捷運站 那像這種其實台北市現在看得到 比如說像是文湖縣的 林光跟六張里 你如果在那中間 那真的走到兩站都很遠 對 好那捷運呢 已經是我們在買房子的 一個利多的考慮條件 對 但如果是有捷運 然後又在市中心 你覺得這房子好不好 好啊 那如果他又有捷運 又在市中心 又在信義區 你覺得他好不好 那絕佳 對啊 穩賺的吧 價錢攤得好 你買的嘛 怎麼有人會賠 哪一個 又你啊 又是你 又市中心又信義區 又有捷運 你是要買多少錢呢 各位 聽我威威道來好嗎 好 我也很苦好不好 心酸錢 你那麼辛苦 從後來賺錢到現在都賠掉了 那一天我真的 那一天我真的很悶 因為那個其實是在 信義路早期他準備要開挖捷運的時候 然後房仲就跟我說 那一天準備要開挖捷運 他說你其實可以去買那個房子 因為一定會漲 對 因為那時候其實資金沒有那麼多 所以我在那邊買一間 差不多16坪的那種小套房子 對 然後那一間其實我住了一年多之後 捷運真的開始開挖了 可是你知道住捷運 就是在捷運開挖的那個過程當中 你是非常痛苦的 因為我住在那邊 我幾乎是 本來是 你知道信義路本來是很寬敞 那自從開挖捷運之後 他整個道路變縮 然後每天那個城土飛 然後再來就是 像因為我們 我那時候拍戲 日夜顛倒 對 那我們是有時候拍到半夜 早上才回到家 然後開始睡覺 可是你當你躺下去的時候 你開始聽到 就開始 一直不停的吵 所以後來我就有點受不了 我就想搬家 那我就問一下房仲 他說 我就問說 這個價錢現在 捷運開挖了 應該有漲起來吧 他說有漲 你現在趕快賣 我說好賣 因為我記得我那時候買 五百快六百萬 然後賣的時候 有賣到六百出頭 可是你還要扣仲介費啊 對啊 我告訴你的時候 聽到說五百多萬 現在可以賣六百多萬 而且我才住一年多而已 我就 賣 那我們就考慮到仲介費的問題 然後賣完之後 賣完之後 還要繳稅 賣完之後馬醫生跟我說 賣完之後仲介就還跟我說 馬醫生不好意思 那個我給你看一下這個 我們仲介費用 我說 你們那個賣價沒有含仲介費用嗎 他說沒有沒有 這個仲介費用是 你賣價之後另外再付給我的 我這樣算算 我的馬 我那些房子賺 我那些房子賺 15萬還多少 然後 仲介抽二十幾萬 我算一算 我還賠耶 然後 隔年我還去繳稅 稅機還要再繳 你是不是也付 等一下 那你現在知道說 其實你委託仲介買賣的時候 你可以直接開一個價錢 就是說 我不管怎麼樣 我就是十拿 錢 說十拿 十幾年來我賠了六七千 這個道理 馬國賢怎麼買都不賺 連專家都驚呼不斷 之前住南侃的時候 我 就是已經不 不往外走 沒有人要來找你 對 你家裡很大沒錯 可以歡迎很多人來我你家玩 沒有人要去 沒有人要來 又賠錢又沒有朋友 我有個朋友就是這樣 他說他十幾年前 他去看中了就是 那個房子 買了那天就是 他大概套了十幾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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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